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看过的 没关系 还可以补看 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的编剧 郭湘琪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现在要介绍一下 她的先生应该要好好跟她说 I'm sorry 我们的黄树霞 树霞师姐 你好 达达师姐 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欢迎再一位 以前 现在永远不会说 对不起这三个字的 林建成师兄 你好 达师姐好 大家好 请说观众大家好 新婚 第一个 没有花椒台镜家 没有那种礼车花车磅炮 没有 没有 然后呢 没有白纱礼服 没有 没有 没有燕客 新人 黑钢帽 没有 没有 我要是黄妈妈 我真的不敢 对不对 重点是我女儿还这么小 17岁 买了没 那时候17岁买 还没买 还没买 小的 是 还没买 对 其实等于国中毕业没多久 做事没有多久 对 就赌到这个 对 好 那么香姐也写到这一段 其实也是觉得很舍不得吧 对啊 就觉得 哇 师姐这么小 17岁 17岁我在干嘛 我还在念高中 对嘛 还充满了幻想 对 然后她就竟然要嫁进去 然后重点是 她全家最熟的就是她先生 先生去当兵 不在家 其他的都不太认识嘛 认识 但是就是都不熟 就是她其实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 只有先生 可是先生去当兵 对 在家 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真的是大爱剧场 演出这样的戏 我们会觉得这是编剧编出来的 因为怎么会这么离谱啊 对不对 刚刚讲的要什么没什么了 最离谱的一件事情是 既然决定要结婚 她就在这个节骨眼去收到兵单 要去当兵 对 所以很冲促啊 太戏剧性了 非常冲促 然后我们在整个采访的过程里面 对 我一直觉得师兄姐的故事 如果放在商业台的八点 完全不用加油添出 直接照演就好了 不用 因为它太充满戏剧性了 对 而且不可思议的这种剧情变化 对 没错 你自己也没有想到你这个人生 没有想到 二十年 不过是人生刚开始的第一个阶段而已 就已经是充满了这么戏剧张力 对吧 没有想到 没有 没有想到 就笨笨的 笨笨的啊 但是师兄那个时候你根本 你那个时候我知道你的个性 是刚刚我们乡琪有在讲 你绝对说不出来那三个字叫做对不起 对吧 对 但是你心里面对于书霞 有没有觉得歉意啦 有啦 真的有 现在是有啦 小米的东西是没有 哦 哦 什么叫做现在就有 那时候没有这个想 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没有这样想 为什么 你那时候连个不好 不好意思都没有吗 那个歉意的感觉都没有吗 没有啦 那时候年轻时 又没想到那儿了 胡说 对啦 胡说 其实凭良心讲 他自己也是小孩 是二十岁而已嘛 然后其实师兄的个性 他理所当然 一靠理所当然 就他的天生个性是比较是这样 理所当然 就说我认定他了 我认定他 然后他就是我老婆 那我老婆就是要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这些事情都是理所当然 你不是太大男人了 你才几岁 你就这么大男人主义 真的 对 那时候很年轻啊 然后他就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那时候是不会 不懂得体谅 那其实这个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里面 从听他们年轻 然后一直到进了慈悸 还有就是人生几个很大的 那个转折 那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我觉得师兄最好的性格 是在哪里 当他真的发现 转折点来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很会反省的人 他不会跟你说对不起 可是他是做给你看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 用行为 我会改 对 他是那种很行动 很行动派的 就是我知道我做错 我就改 我知道我做错 我就改 那当然一下子 其实没有办法说改得那么快 但是你会发现 他从年轻到后来 整个的转变是个很大的转变 也是啊 对 所以师兄啊 其实在当时 你没有办法亲自去迎娶 你的这一位子母 但是我们看到戏剧里面 就是一个计程车 就把你载走了 是的 大姐夫他们来接 大姐夫那时候开接吻 但是有象征性的 有做一点安排 好像就是有这样的 就很简单 然后大家也没有什么很张扬 没有没有 隔壁猪鼻头部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 先保留 你们猪鼻吗 猪鼻都不知道 猪鼻都不知道 对 就是不知道去哪里了 很异调 大概出去上班 是不是 应该是来 因为早上站起来 就跟 简单跟 没遇到 都没有 就跟那些洋装穿 然后就 客人家姐夫来 来宅 直接搭着 没有 没有 其实在新婚之夜 我们是看到是 阿嬷陪你睡觉 对 这是有这样的规矩 是不是 不是 那是她不在 对 她不在 但是阿嬷说 不可以让你独守空归 对 新婚之夜不可以一个人 对 阿嬷陪着你睡觉 对 那我们在信里面看到 是阿嬷陪你一个晚上 但是真实的 阿嬷陪你很长一段时间 是吗 是 特别上来陪的 对 就要结婚的时候 公公把她带上来 那这样子陪着你 你应该也比较安心吧 阿嬷个性很好 对 阿嬷个性很好 就是好像 听你说的听孙更快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遗憾 对 但是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穿白纱礼服 没有 就 临时接到那个冰蛋 就随便那个照相馆 就拍那三张 那三张有穿新凉礼服吗 有 就拍 有照相馆有戒是不是 对 还好有 还好有那三张 可是没有在众人面前 没有 穿 那个很可惜 没蒙地她 对年轻女生来说 那个过程 这个被认可 跟被祝福的那个过程 其实很重要 我相信真的 百分之九十的女孩 是很期待 对 在大家的瞩目之下 穿着白纱 白纱 然后走上一个红地台 对不对 嗯 这个遗憾到现在还是有吧 对 人家看他 恭喜在啊 师兄 为什么不补请婚姻 然后还讲一句话 为什么不补穿白纱 有啊 他有穿白纱 什么时候 他去拍照 自己再去拍照 又再去拍喔 对啊 他自己去拍 他邀我去 你讲清楚 什么叫他自己去拍 公秦座 什么叫做他自己去拍 结婚他二十年 结婚二十年 周年 邀我去跟他一起去 再拍结婚照 拍结婚照 拍结婚纪念照 对 因为我说没有拍 你自己去拍 所以我 很不好意思说 那时候应该跟他 再一起去拍 结果他自己一个人 拍得很高兴拍 一大堆照片回来 叫我看 哎 我没有拍 哎 那个时候师兄 就觉得说 这个事情很无聊 为什么你们女生 怎么会去想 这些有的没有的 我们都老夫老妻 这么多年啊 我那时候有对这个问题 特别问过师兄 他就觉得你们很无聊 这样子 你实在是喔 你没了解喔 现在了解 你现在了解 现在了解 现在还来得及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 我还可以看到淑翔师姐 再穿白纱礼服 但是这次你不能 叫他自己一个人穿 这次我看到什么时候 说要去拍 我就一定会陪他去 然后你穿西装 对对对 然后要在我们大家的面前 新娘牵着走过来 好 好 好 这样此生没有遗憾 我们还可以圆嘛 对 对 不要忘了喔 我们以茶代酒 到时候还是要请我去喔 好 好不好 我们都要去 好不好 好 好 今天我们就 好 好 真的 好 我们希望很快就可以 喝到你们的西茶 哎呀感恩你们啦 感恩 谢谢 要有遗憾啦 对 感恩 谢谢 好啦 我们当然就希望能够 这个很圆满 但是呢 有一些事情是 也没有办法再来过了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师姐在当时嫁出去 但是他们左右邻居又不知道 那个状况是蛮尴尬的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VCR 再让大家再来看一次 出去是大事 你们爸妈一定也是会请人家 对吗 对 我希望没有啦 很抱歉 我爸妈在等 你先回去吧 好 在一阵欢乐当中 可是唯独就是 鼠霞师姐一个人 落寞的想着 他刚刚发生 被邻居尸黑店的事情 妈 妈 要 我有一件事情一下 跟你们讲 这回来就叫妈妈 跟你多补习啊 你 早啊我就要煮这道菜 你还煮到我还要吃呢 嗯 嗯 那你就要担当啦 叫妈妈替你补习 嗯 担看就好了啦 好就好了 好 真的要吃嘛 这样开口才对 当这个孩子 反过来为父母着想的时候 父母反而会觉得很捨不得 就已经没办法 跟他出来的事情 跟你们有点煩惱 你不要这样说 我爸说你这个小孩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 当然一个小孩 你把小孩打到这里 有很多事情 像用鸡人 会好像碰到一个东西 好像丢了一个东西 咱咱咱 只小时候大人 就不要离开这个鸡 阿姚旁边 我感觉不错 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东西 很不愿意 妈妈 妈 妈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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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哎呦 不要紧啦 不要紧啦 记得这样 我们可以常常去看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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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